大家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六,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股票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观看更多的视频 那么在周五的货币政策讨论小组会议上,鲍威尔暗示6月份将停止加息 那么在讨论美联储经济指引的作用时,鲍威尔表示 经历那么长时间的加息后,现在的货币政策已经进入到限制性区间 眼下面对的不确定性是货币政策效果的延迟 以及近期银行业危机造成的信贷紧缩 因此美联储眼下在评估未来是否需要继续加息时,也存在种种限制 正如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样,相关的评估只能在每次开会中不断进行 鲍威尔强调,此前市场预期以美联储的指引存在差异 核心原因是市场预期通胀将更快的回落 但迄今为止,数据仍支持FOMC的观点,通胀的下降仍需要一段时间 最为关键的是,鲍威尔明确指出表示 最终控制通胀所需的利率水平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在近期之前,持续加息的需求一直存在 但随着政策利率越来越限制经济 加息过了头和加息不够的风险开始变得平衡 所以美联储的政策也做出了变化 虽然尚未对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定 但鉴于已经加息这么多次 现在美联储有余裕来查看数据和不断变化的前景 以进行仔细评估 在鲍威尔讲话后 CME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 市场预期6月FOMC维持当前利率不变的概率 从64%上升至82% 除了美联储主席的讲话外 美国债务上限谈判暂停 也对市场情绪造成了影响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鸽派的信号 对吧 那么这个维持当前利率不变这个概率呢 也是大幅提升到了82% 那也就是基本上暂停加息了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降息的一些倾向呢 那么小摩给出了一些可能性 他说押注美联储即将降息是正确的 只有衰退才能降通胀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表示 美国经济衰退几乎已成定局 随着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美联储可能会在第三季度之前降息 该公司全球利率主管SMG表示 市场预期降息是正确的 通胀太高了 只有经济衰退才能使其回落 他补充称 美国银行业的困境只会加大衰退的可能性 那么他支持掉期交易商的看法 他们预计美联储最早将在9月份实施政策的转向 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 但美联储一再反驳这一观点 这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如果美联储官员们维持抑制通胀的限制性立场 这种押注可能会适得其凡 那这个是一张图 那么他的观点与高盛集团和巴克莱银行的看法不同 这两家公司警告称 美联储今年降息的力度将低于市场的预期 蒙根大通看好美国国债 认为它是应对经济放缓的终极对冲功绩 并认为如果经济严重衰退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有可能跌至2.5%以下 他称公债仍是最佳市场 其他市场也开始变得更具吸引力 包括欧洲长期远期利率 真正参与的关键点是 当你看这些市场出现通胀转向的明确证据时 这可能要到夏季稍晚的时候才会出现 对于债务上限问题 他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 它将在一段时间压力之后得到解决 市场会像2011年那样波动 这将足以推动政治进程 很难说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 是在接下来的几周 还是在夏天晚些时候 我们已经放弃了非常短期的美国国库券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持有日本国债 而不是美国国库券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他建议持有现金做空日本债券的头寸 因为日本有可能回到2%的通胀率 我认为日本的收益率曲线上 没有足够的风险溢价来反映这一点 他认为日本央行最有可能在某个时候 将其收益率曲线控制 从正负50个基点上调至100个基点 他还看好新兴市场 我们确实认为当地利率在战略上具有吸引力 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际收益率相当有吸引力 而且新兴市场央行在应对通胀方面 比发达市场央行做的好得多 我们喜欢的一个市场是墨西哥 好 那这个呢 他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吧 大家可以供参考 好 我们今天从AAL的周线图开始复盘 AAL航空行业 这个图呢 我们 我个人呢 虽然在周线图上觉得他比较磨叽哈 但是呢 在技术位上 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承认 对于近期的大型下跌形态的低点判断 他没有去跌破历史上的低点 有一种啊 二次探底的感觉 那么在近期的这个下跌波段中 我们在前几个月发现突破 那么近几个月回踩止跌 在最近的四五周呢 多头再次显示出止跌信号 我们啊 在前几周也说哈 这个位置可以去做多啊 但是他比较磨叽哈 啊 这个其实事后看还行啊 涨了四五周也能涨这么多 对吧 啊 那么这个图呢 应该继续去看测试上方横向 也就是上一波啊 这一波 第一大浪的一个高点啊 去测试这个高点啊 那么这个高点测试之后呢 啊 有可能就要形成一个W 或者是多重底架构吧 整体这边是一个左底 这是一个二次底 对吧 右底 走起来 那这是一个W啊 对应的景线啊 啊 那这个景线一旦被突破上去 就要去测试 上一波高啊 就一步一步看吧 往上看 往上看 对吧 所以这个图呢 啊 理论上是应该做多的 那么日线图表现出来的感觉呢 就是在缓缓的震荡上行 啊 估计呢 啊 在下周啊 晚些时候可能要去测试到这个位置啊 中间这个横向 说这个属于超级股吗 是的哈 前几周我们啊 在这已经啊 等着了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苹果的周线图 苹果本周的周线呢 是一根小的阳线啊 带有小的下影线 表明呢 在上行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金呢 看到了上方的阻力区回踩 然后呢 又拉了上去 那这样的话啊 这个高点呢 你看 这边有三个高点啊 那么最近的这个高点 可能在下周早些时候要被突破上去了 或者说现在已经突破了吧 没有啊 没 哎 突破了 突破了 大家看 数字标到了本周周线的高点啊 也就是把这个高点给突破上去了 那么下周呢 有可能再去摸一下这个高点啊 对吧 甚至强势的话 把最左边这个高点给突突一突啊 往上走一走 说苹果怎么这么强 还没有见顶吗 目前看来这个周线还是多头更强势一些啊 我们上周啊 已经啊 我们上周在复盘的时候啊 或跟进的时候 再说啊 这个苹果会不会往上突一突啊 你看 时候一看还真是啊 一个高点一个高点的去向上突破啊 向上走 对吧 现在能去财亭吗 可以啊 系好安全带哈 但是现在看起来不像是个顶啊 为什么 因为还是个阳线啊 嗯 呃 好 这个图 说一旦再涨起来 那会怎么样 那 那就继续涨呗 但是啊 后续应该会有一些回撤哈 比如说突破最左边高点之后 可能啊 拉升一波 然后再给一个大型的 或者是中等幅度的回落 然后再止跌震荡一下 然后再走新的一波上涨 好吧 嗯 这个是苹果 说现在做多 哎可以吗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嗯 现在做多的话 确实有点 呃 这波段太高的感觉哈 但是啊 如果你愿意去带好一个 呃 在这个趋势线附近的一个小止损的话 理论上还是可以继续去做多的 嗯 因为我们不去猜顶吗 比如说这有没有追高的嫌疑呢 当然有了 对 但是你要知道哈 他万一再继续涨一波呢 对吧 嗯 但止损的话就比较容易哈 就是说啊 你沿着趋势线去划定一个止损点就可以了啊 另外呢 对苹果呢 不应该过于的害怕啊 就不要怕下跌啊 下跌再适当加仓就行了啊 这个就是苹果的做法 非常好啊 好 我们看一个ADBE的周线图 这个周线图 我们在上周复盘的时候 特意叮嘱大家啊 在这个水平之中区呢 大家不要过于的担心 对吧 你看 本周的周线是一根强势的直接大阳线哈 那这样的话 后续呢 有望去摆脱 上面属第二根横线对应的阻力区哈 就是突破上去 好吧 这个图呢 应该啊 看涨的概率会略高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呃 你看 这是一个小双重底 走了一波 测试了一下阻力区 洗了个盘 再次形成一个局部的小双重底呢 直跌 再直跌 走起 那么这个位置呢 在下周早些时候 应该会被摸到哈 被测试到 稍微整理之后呢 可能在下下周 再突破上去啊 或者说快的话 直接就弄上去了 对吧 好 这就是一个啊 双重底 你看这边是一个头前底的感觉 这是一个右肩 有没有可能再横盘震荡 当然也是有可能啊 但是呢 看到当前多头的这个止跌意图非常强烈 我觉得震荡的概率呢 可能是弱势的回落一下啊 然后呢 再继续涨 好 这个是ADBE啊 周线图还是不错 有人说啊 会不会像这样一样 再次震荡一下啊 其实震荡也就是最悲观的情形了吧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的担忧哈 好 我们看一下科技股 AI概念哈 或者是半导体领域 AMD AMD的周线图表现得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到一根 本周是一根超超级强的一个大阳线啊 那么在上周复盘的时候 我们说周线给人的感觉是强势指跌 再次用阳线来确认 只不过呢 遇到了左方啊 这个左侧这个高点呢 稍微给出了一些弱势的回落哈 那么本周呢 直接捅上去了啊 直接破了这个突破了左侧这个高点 那么这样的话 有望再去摸一下更高的点位啊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下周早些时候看看这里会不会稍微的停顿一下啊 那么周线图的趋势线呢 还是非常的有效的 对吧 你看多头多么的强势 我们看一下日线 说这个下周早一时候会不会在这稍微整理一下 有可能啊 有可能 所以 当然多头呢 我个人是觉得不应该过于乐观哈 啊 不 不应该过于的悲观哈 我们上周 包括之前在这地方抄底啊 都这都已经涨了不少啊 那么这周啊 重新的一个建仓就在这嘛 对不对 而且有一条新闻面说 AMD未来的这个成长性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呃这个堪比NVDA哈 所以这个有可能成为一个啊 补涨的图啊 而NVDA呢 已经在接近历史高点复兴了啊 比如说对用的AMD在这儿是吧 那么对于NVDA已经在接近这个高点 对AMD呢 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我是觉得震荡上行的概率会略高啊 会略高 倾向于继续震荡上行 好 我们看了一个龙头谷亚马逊的周线图 本周的亚马逊的周线图啊 正如我们孙心念念的一样 他完成了对啊 这根下跌可能的下跌出现的一个突破啊 突破 注意我们看到周线是一根单根的阳线啊 它是一个突破K线 那么后续呢 有可能在这里稍微整理一下啊 就停顿一下 看看指跌的一个力度 也就是说空头愿不愿意再砸回来啊 因为有时候呢 突破也有假突破的情形 所以呢啊 是需要空头啊 去测试空头砸盘的一个意愿的 不过就本周周线的收线表现来说还不错啊 阳线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周五这天是不是有一个阴线出现了 那么在下周早期时候 在这里指跌的一个意图就表现得非常的重要了 那如果指跌意图非常的强烈 那么后续呢 继续去看涨 去测试高位的横向阻率区 对吧 那对于龙头股 我是觉得啊 那即便是回落呢 也就是一个回撤了啊 那么呃 届时多头可以继续逢低去适当的加仓就可以了 好吧 说再落落深深一点呢 落落下来呢 怎么办 落下来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再跌破这两个地点了啊 左侧这边 对吧 我是觉得上行的概率会偏高啊 嗯 好 这个是亚马逊啊 再看一下周线 嗯 不错吧 嗯 我们亚马逊也是从最底部开始抄底的啊 那这一边我们看涨了多少啊 已经涨了27%了啊 那么再涨的话奔着50%的涨幅去了 对吧 嗯 这阻力区啊 可以画到这高点这 怎么调一下都行啊 高一点低一点都行 它是一个阻力区域啊 所以啊 这这一轮啊 可能50% 那要去模仿苹果的话 那就 那就不得了哈 那就翻一翻哈 我们从抄底这个点位算起 去追寻可能翻一翻的这个空间啊 但是这个还需要时间啊 嗯 应该讲啊 在这个横线面对的阻力区应该会有所反应啊 嗯 会洗盘 嗯 好 这就是我们啊 去追求龙头骨翻翻的可能性 嗯 好 我们再关心一下谁啊 木头姐 木头姐的周线图 我们看一看啊 仔细看 非常漂亮啊 虽然我们啊 这个 呃 本周的K线 好 是个小阳线啊 周线啊 是个小阳线 但是呢 它至少是一根阳线了 对吧 所以木头姐可以啊 松一口气了 那么 第一浪是非常猛烈的拉升啊 那么 第二浪是非常密集的震荡啊 回撤 这两个低点呢 都没去跌破最低点啊 那更像是一个头肩底的止跌架构 对吧 你看 直升区 我们看到周线呢 跌到这儿 哎 强劲的大阳线 止跌 再测试 哎 再止跌 那这样的话 把这个下跌趋势线一划 突破 哎 回落 哎 本周是一根止跌K线的一个确认效的感觉啊 应该讲 多头呢 应该继续去做都哈 所以木头姐呢 啊 这个 很快就要翻身了哈 感觉啊 那么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稍微横盘整理一下 然后再上行 其实他也有可能就是这样啊 边拉升 边震荡哈 震荡型的拉升吧 对吧 那一旦走出头前底 那木头姐的上行空间也很大啊 那有人说啊 之前他跌这么多 他怎么不在高位卖的 咱们不用管他啊 咱们就只知道啊 这个止跌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啊 应该去抄底做都 那么由于他前前期这个跌幅巨大 那么后续意味着啥呀 意味着涨幅也可能会巨大 从地对底部到现在上边啊 有300%的可能性 对吧 嗯 木头姐在回本的过程中 而新抄底的交易者 却可以去占到200%到300%的空间 是吧 这就是说波段化交易的重要性 对吧 在牛市末期要卖掉 我们是在牛市末期卖掉 在熊市的末期买 开始做多 是吧 如此循环往复 这才是交易哈 否则一直套着 接下来半年一年 还带回本的路上呢 有意思吧 没意思啊 所以木头姐要深刻的思考一下啊 啊 好 当然四海没用了啊 这回车已经形成了啊 嗯 好 我们看一下金融股的AXP 看一下周线啊 先看一下金融股 嗯 那么对这个图的金融股呢 我们 你可以发现啊 中间这根横线支撑区呢 已经被过去几周K钱给 这个砸破了 而且我们可能确认的这个上涨趋势呢 也被砸破了 这样的话 上行的趋势呢 要重新确认 那么下跌的一个趋势波段呢 也就是近几周的这个下跌呢 可以划一根下跌小趋势线 那对金融股呢 我们应该啊 尽量少做啊 因为很多其他的图长得不错啊 非得做他干嘛呢 但是呢 从复盘啊 必须要复盘一下啊 这样呢 你才能知道啊 他的图进去表现的不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下跌反弹 下跌反弹 那我们啊 想要去做一个多头波段的话 应该等待 这一根下跌圈的右侧点位再去做 对吧 现在还没有 好 继续等待就可以了 有人说他直接之后会不会涨 也有可能啊 但是这个图 肯定不像咱们刚才看的几个图漂亮 对吧 好 我们看一只传统鼓谁呀 波音 波音的周线 你看 波音的周线是一个窄幅震荡 也就是说窄幅震荡怎么来 窄幅震荡啊 如果按照趋势理论的话 近期的多头波段 这是周线图啊 近期的多头波段过于的强 那么呃 窄幅震荡相当于一个回撤啊 回撤就不愿意往深 不愿意砸盘了 那这样的话 后续涨的概率高啊 只不过这个洗盘还没有彻底结束啊 那么一旦走起来 这个图也不得了 其实啊 它是一个历史上的大底啊 那么近期又是一个双重大底 对吧 哎 跌不动 那这样的话 呃 一旦啊 走起来啊 这个洗盘结束之后 走起来就去测试历史高点啊 从当前的价位到400度啊 也有100%多一个上行空间的 对不对 嗯 所以这是一个更长线的一个布局哈 嗯 好 这就是波音 非常漂亮啊 嗯 好 呃 我们先说这么多吧 我们啊 稍后录制下一期节目 从88开始说起 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